社会新闻来看到 玉里一名男子日前在朋友家饮酒作乐 一时摊杯过量 酒摊结束后男子自行牵车回家 途中不胜酒粒跌落了薄坎 掉入水田里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巡逻远景经过时发现 将醉汉叫醒后扶上巡逻车再送回家 乐和派出所所长王哲雄警员黄志辉执行巡逻勿勤 巡经台九县279.5公里处 在路口停红绿灯的时候 发现有辆自行车倒在路旁边 所长随即下车查看 发现一旁道铁有名男子竟然仰躺一动也不敢动 所长见状是怕担心发生意外 立即上前了解状况 查看时浓浓的酒气扑鼻而来 研判男子应该有饮酒 就马上唤醒男子 并且扶男子爬上边坡道路旁边先暂时回神 随后询问男子是否需要送医 叶琴男子表示身上没有受伤不需要救护车 远警就将他扶到道路 再以巡逻车平安送回家 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 日本局也提醒 民众不要饮酒过量 人身安全更要注意 并且千万不可酒后驾车 除了会危及自己生命之外 也会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请民众酒后请走代驾 或者是搭乘计程车 千万不要以绅士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